刚刚看到有观众都问公布了业绩的孟宗 他现在出了个数据 今早也有一个上升 Reed 你觉得现在追入是否应该适当的时机 业绩来说其实反映到市场的股算是有可能正确 因为其实内地看到食品价格是趋升的 你看到刚刚公布的内地通胀来说 食品价格的带动是比较强定的一方 所以来看回业绩来说 上半年来说 它的猪肉生产利润率其实都是一个攀升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业绩出席之后 可以说是确立了市场的估计盘算 其实内地食品价格的通胀情况带动之下 其实对孟宗的业务来说 可能有些不错的支撑 尤其在今次见到美国和欧洲方面的利润 都有些改善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走势可以留意一点点 看看股价能否上升 挑战5.8流上 即是说是50天线 上回50天线 可以留意这部分的 但当然在孟宗的食品价格方面 其实都很受政策影响 大家也知道Estung资金价格加 Russell 如果猪肉格价格有些 升得太夹 是可以丢个调整的 因为内地猪肉也有中央的战略储备 可能也会做些调节 所以这可能会受到一些个比输出 做一些股价有点波动 一定要留意 是,那是Joy来的 原来我找回问题了 他说有多少钱可以进入 以及问上网和止蚀位 其实到今天业绩出处之后 一定会有弹性 现在也升了3% 高位也见过5.69 我觉得譬如在现在5.5元 或者5.6元 可以做一个吉隆 然后上网 就看在刚才我说的50天线 大概5.8元 落宽一点 5.8元是59 止蚀位 我觉得现在要落去 去到5.3元 短期未必 止蚀位 我想你不如定做 但是大概是说5.2号 稍等一下 我们没看 动不了 OK 5.2号 录下吧